不同于炼狱新手郎的沉稳 因柱与随天元拥有着爽朗的性格和华丽的外表 是第一个在鬼灭之恩里剿灭上显鬼的柱 让鬼杀队在经历了失去炼狱新手郎的痛苦后 终于看到了一次希望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柱 为什么与随天元会说出 自己没办法像炼狱大哥一样这种话 他的实力在鬼杀队里到底能排第几 在TV油锅片OP中 于随击败的坟墓究竟是谁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于随天元是鬼灭之恩中少有的特立独行的角色 他头戴宝石 画上烟花眼影 涂抹五彩指甲油 卸妆后的素颜更为惊艳 还有三个老婆 虽然有三个老婆 但却是宠妻狂魔 而且对他们的爱是绝对公平的 时常教导老婆 比起执行任务生命更加重要 拿的剧本是霸种人设 曾经对炭子郎说 自己是神 你们是垃圾 相当傲慢 但背后隐藏的却是温柔 为了让失控的迷豆子冷静下来 于随天元建议炭子郎为迷豆子唱起了摇篮曲 在柱的指导训练期间 于随命令善意去挖温泉 看起来就像是于随在单方面找茬 实际上是为了提升善意的体力 还劝一直泡在温泉里的一只柱 别泡太久 担心它会上火 从这些小细节就能看出 它其实很会照顾人 于随天元使用的音质呼吸 是二刀流和炸药相结合的独创呼吸法 结合了忍术和剑术的技巧 使用双刀发出强烈的震动 利用阴症和火药造成爆炸 于随的奔跑速度和跳跃能力非常强 配上大范围的爆炸伤害 能够快速的击垮敌人 而且于随还具备非常优秀的观察力 能时刻掌握好周围的状况 那么于随的实力在柱中究竟能排到低级呢 柱中除了新收狼 就只有雨随没有开启斑纹 其他的柱大部分都在无限程大战中 开启了斑纹 但雨随在花街一战后 就选择了退役 没有参加决战 斑纹之力其实是通过燃烧生命 短时间内提升能力 和开启斑纹的柱相比 雨随的能力肯定是不如他们的 但斑纹的开启是会传染的 如果雨随还在战场上的话 会不会也会被传染呢 如果他也能开启斑纹 我认为他可以排到前排 因为雨随在花街一战中 展现出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首先是耐毒性 能扛住肌腹太郎的血毒 还能靠着肌肉强行使心跳暂停 延长战斗时间 一边保护炭治郎等人 一边与肌腹太郎肉搏 其次作为忍者相比战斗 情报和观察能力更为优秀 雨随根据肌腹太郎不合理的举动 一下就能分析出 肌腹太郎和妹妹是二位一体 需要同时砍下脑袋才能斩杀 之后还完成了独创的战斗计算公式 普面 普面是将敌人的攻击节奏转化为音律 可以把握对手的习惯和弱点 如同在歌曲中加入和弦 只要针对音律的空档攻击 就能准确地击中敌人 虽然从外表上看雨随像是个肌肉发达 只会满感的满夫 但其实他是鬼杀队里智商最高的 其他很多的柱都是半路出家 小时后并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的训练 而雨随从小就接受着严苛的训练 他在身体上的能力可能不如其他的柱 但是思考能力却是顶级的 所以综合来看 我认为雨随正面战斗的实力在诸中属于中下水平 不过雨随的优势在于精密的计算和分析能力 把握整体战局的能力和暗杀能力 在诸中排名靠前 战斗水平可以对标路丸 在深思熟虑之后 总是能做下挡下最优的判断 连上贤之六肌肤太郎都认为雨随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而雨随却认为对比鬼杀对其他人 自己真的是不行 还说自己没办法像信兽狼一样 那么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雨随从小接受的教育与信兽狼不同 世界观价值观都差别很大 炼狱信兽狼出生在代代相传的眼之呼吸家族 家族中的每一代人都是炎柱 从小就受着父亲的熏陶 以成为像父亲那样保护他人的炎柱为目标 当父亲堕落时 信兽狼也并没有放弃梦想 而是自学炎之呼吸的书籍苦练成了柱 虽然父亲经常骂自己 但他绝不会放弃父亲 可以看出信兽狼对家族的感情很深 而雨随并不是那样的人 雨随天元出生在忍者世家 忍者的人生非常残酷 从小就必须接受父亲严苛的训练 在长大后被迫与亲兄弟互相残杀 在杀了两个兄弟后才发现这个事实 开始惊慌失措 忍者在经过了明治维新后 地位岌岌可危 和平年代的人者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为了振兴家族 雨随的父亲才会如此疯狂 和他一样存活下来的弟弟 对于杀死兄弟却毫无感觉 还将刀对准了雨随 父亲一样认为妻子的存在只是为了孕育继承人 死掉也无所谓 太多的情感对任务并没有好处 但是雨随天元却无法忍受这一切 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于是带着三个妻子脱离了家族 曾经还一度想要毁灭家族 雨随确实没办法和炼狱大哥一样考虑家族 而在对待生命的标准上和信兽狼也是不一样的 信兽狼是为了保护普通市民而战斗者 平等的守护所有的生命 信兽狼为了保护受伤的探知狼和乘客的生命 与超强的上弦之三战斗也毫不畏惧 信兽狼从小就被母亲教导 帮助弱者是强者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在信兽狼的眼里 普通人的生命更为重要 而雨随有着自己绝对要守护的东西 那就是她的三个老婆 虽然三个妻子和雨随都没有恋爱基础 但是雨随十分疼爱他们 并时刻把老婆放在第一位 在离开故乡后 雨随因为杀死亲兄弟的负罪感 时常会把自己下地狱挂在嘴边 再遭到了目须的责骂 惹哭了除贺 还被虚魔咬了一口后 才决定不再提起这样的话 正是因为有了三位妻子的支持 雨随天元才能不被过去所束缚 后来遇到了鬼杀队主公 惨无负要哉 要哉认为雨随即使心中 怀着矛盾与纠葛 却仍然能为了保护他人而浴血奋战 对于主公的认同 抱有感激之心 自愿成为鬼杀队的一员 所以在雨随眼中三个老婆的性命要由于普通人 而普通人的性命由于自己 雨随是真的很爱他的老婆 无论如何都要守护他们 因此雨随才会说出自己没办法像信收狼一样大工无私 信收狼也回应道我也没办法像你一样 信收狼认为雨随的剑法华丽 就是妻子优点太多了 鬼杀队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他是想告诉雨随 不要想成为谁 而是做自己 信收狼把鬼杀队的三个后辈好好的托付给了雨随 而雨随也在与肌肤太郎的战斗中 一直守护着炭之郎等人 肌肤太郎强大的压迫感 让炭之郎握刀的手都在颤抖 敏锐的雨随察觉到了这一细节 喊出我们绝对不会输这句口号 让炭之郎逐渐找回了自信 雨随还称赞三人登场十分华丽 很有自己的风范 都是他优秀的继子 并表示已经找到了舵鸡兄妹的弱点 无论多么艰难的状况也不会气雷 雨随的身影和猎狱大哥的身影 渐渐的重叠在了一起 在炭之郎的眼中 雨随也一定和猎狱大哥一样是伟案的存在 而游过篇OP中有一幕雨随扫墓的细节 那么这座墓会是炼狱大哥的吗 能让雨随去祭拜的坟墓 必定只会是雨随兄弟或者炼狱大哥的墓 因为炼狱大哥只会葬在产无妇的墓园 而产无妇的墓园里并排着许多墓碑 和雨随祭拜之处明显不是一个地方 所以这里大概率是雨随为兄弟而建的衣冠种 因为没有三个老婆在身边 雨随很有可能是在执行花界任务前去扫墓的 希望得到庇护任务可以成功帮助更多人 来弥补自己亲手杀死弟弟的罪过 龟杀队阴柱雨随天元虽然看起来傲慢自大 但实则有一颗温柔的心 一开始登场给人感觉是一位不太讲道理的柱 甚至还打了小葵的屁屁 但在经历生死关头时 却也是可以活出自己生命守护他人的柱 一番相处下来你会感觉雨随真的很不错 在游过一战结束后 更是成为了炭治郎的比友之一 好了今天关于雨随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雨按赞和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哦